鄒幸彤、鄧小平 誰是外國代理人 支聯會直播中討鵝氣的亂撲腾 四塊鐵板要辯論 四個自信徹底懵 橫攻撐出國安處 我替中央去雙贏 鄒幸彤一笑 港共請聽真 氣急敗壞是心虛 虛張聲勢也是慫 香港人別任命 自由之旅剛辦成 宁衛玉石攔共匪 保護我同伴 衝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自由茶、聽自由事 我是劉卓窩 我是李政 清茶兩杯喜相逢 天下茶友一家親 忒親了 上了些乾兩杯 兩杯是油管、會員頻道各一杯 透露一下今晚有會員節目 余敏洪的教師節 嚴重洩密 最近茶館來了不少新茶友 非常歡迎大家成為茶館這個大家庭的一員 介紹一下老北京茶館是一檔幽默新聞節目 每週六期節目 油管上四更 會員頻道兩更 對 我們為大陸茶友提供了免翻牆的節目鏈接 帶翻牆功能的網門平臺 以及安全性能穩定的神盾VPN 神盾VPN 茶友們有特別優惠碼 這些都掛在留言區置頂留言裡邊 服務項目多多 歡迎大家選擇 各取所需 新蘭茶友茶館為您準備1美元加入會員頻道 試看7天的服務 歡迎大家嘗試 咱們還有一個家常聊天的茶館電報粉絲群 也歡迎您沒事進去溜達溜達 沒錯 非常歡迎 另外在這特別向上級節目打賞的幾個茶友 表達感謝 各壁種是都有 一看就是來自全球各地 包括自由之島香港的茶友們 我和李政跟著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非常感謝和感動 提到香港 昨天我們在社區裡邊特別發了一個推薦 《反送中》期間大量主題漫畫的創作者 也是哥倆的朋友 著名漫畫家大雄 也就是郭敬雄先生 正在籌備出版一本 記錄《反送中》運動的漫畫書 書名叫《我們的時代2019香港漫畫書》 對 這本漫畫書大雄選擇的是一個報紙和電視網絡之外的 普通香港人的視角 來呈現這段震撼人心的歷史 忠實的記錄港人 面對中共打壓時候所做的抗爭 大雄是一位對香港自由精神特別珍惜和懷戀的藝術家 在《反送中》運動淡出這麼記憶 港人逃離香港的移民潮大起之際 很多人認為香港自由精神已死 但是大雄並不這麼認為 正基於這樣的精神動力 大雄籌備出版那本漫畫書 目前大雄推出了為他的漫畫書籌款的活動 在社區和今天節目的置頂留言裡邊 第一項就有這項活動的鏈接 沒錯 有意捐助大雄完成這本漫畫書出版的茶友們 歡迎點擊了解具體的情況 其實對港人守護自由的付出 這種感佩 全球華人都是人同此心 沒錯 中共短短二十幾年徹底摧毀了香港 也摧毀了這塊自由的飛地 今天這壺自由茶 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震撼心靈的故事 說實話這壺茶首先把母哥倆燙住了 忒熱 行茶坊上一掛段子先行 開板說港人消息 最近香港有事兒 有事兒擋骨頭的 這折騰黨一心想對得起自個兒的光榮稱號 所以有事兒沒事兒折騰事兒 坑個爹什麼 坑完爹心裡踏實 這回黨瞄準支聯會了 上那邊找踏實感去了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多人被捕 鄒幸彤臨危感言震撼華人世界 黨不折騰正好 一折騰就露出自己的漏來了 不玩現不罷休 前中共黨會鄧小平在向李嘉誠 承諾了一國兩制50年不變 50年之後更沒有理由變 以後估計老鄧也沒想到 蹦蹿出一席後浪 隔著那棺材板打前浪那臉來了 隔著棺材板暗通陰陽之術 香港國安法一出 一國兩制作廢 自由蕩然無存 李嘉誠一相信老鄧當他面宣誓那誓詞來 就氣得 一邊往英國轉移財產 一邊把國籍變成中國 這都快精神失常了 再聰明絕頂的商場老油條 也架不住黨內厚黑學 臉皮忒厚心忒黑 香港保安局的數據顯示 到今年7月底 牽線幕手底下 一幫香港共產主義戰士 已經按照黨秋後算賬 一個都不能少的精神 抓了一萬多名 跟反送中事件有關的人士 光起訴就起訴了 將近2700位 這妥妥的事 寧可錯抓一千 不可放走一個 黨啊 忒關心那些抗爭英雄 不親自把他們關進局子裡頭 挨個過篩子心裡過意不去 照目前的進度 秋後這筆葬已經算到支聯會 也就是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的聯合會 這邊來了 香港支聯會是六四之後組建的 每年為圓燭光晚會的主辦者 也是香港自由民主精神重要的傳承者之一 不過國安處誣陷香港支聯會是 外國代理人 還要求支聯會提供足以證明 自己是外國代理人的資料 自己證明 有個大陸背景的警察 跟底下小聲還嘀咕發表意見 弄錯了 外國代理人是毛主席 他老人家代理的是德國人馬克思 俄國人列寧的理論 在大陸銷量不錯 哪啊那是銷量摻水 強買強賣的 旁邊有個港警表示反對 毛能代表個毛線呢 他都沒留個學 一句英語都不會說 真是怎麼回事 大陸警察急了 就算毛主席不算外國代理人 鄧小平同志也得算 他留個學 最關鍵他答應的可以接受兩種制度 包括資本主義 這不是外國代理人這是什麼呀 嘿這說的真有道理了 又給老鄧的關菜板又加號這麼一層 這回不光是六四屠夫 還加上一外國代理人 您說是不是這挺齊活 習總書記在做中國夢 留神小平同志追的夢裡頭 要代理廢去 習總回答沒有 給誰代理跟誰要去 沒要來錯誤啊 咱接著說進展啊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在拒絕國安處無理要求之後 8號那天在辦公室直播過程裡邊 遭警方砸門 當天 鄒幸彤和支聯會常委 梁錦威、陳多偉、鄧岳軍遭到拘捕 9號還抓捕了常委徐漢光 對於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說法呢 考得外交裡那香噴噴的林鄭考娥 是這個樣子解釋地 怎麼啊 考娥說 中國人都是安善良民 服服帖帖 絕無紀念六四跟黨算變天賬的野心 還得加一句呢 這是我們人民公仆 對主人公門的四個字信 嗨 把四個字信塞這兒來了 沒錯 那後邊得加這麼一句 怎麼 孤爾從四個字信的角度判斷 凡是想紀念六四的 都是外國代理人 得林鄭也來一水定音 不過有點犯上之嫌 皇上那邊還沒拽烤哥們那根線呢 忒自信了 四個家號差點脫離指揮棒 可惡嘛 不過問題又來了 自信是自信 霸他 非常抱歉 四個字信踢倒了四塊鐵板 準確說五塊 剛抓那五個年輕人 唉完了 林鄭手裡那幫搂搂的腳 還能不能要呢 出去時候是國安處 回去時候變崴腳步了 不準確 應該是崴腳步加輪椅步 嗨下肢徹底作廢 錯過 在林鄭看來 事情的發展突然從順理成章的 因為所以 變成轉折廉詞燃額了 燃燒的林鄭口額 燃額 面對強加的罪名 面對越來越多的港人 帶著失望離開 而顯得孤單的身影 面對港共越來越無底線的表演 留守的港人們 尤其是支聯會副主席 鄒幸彤同學 完全沒有要默認的意思 沒有 不但沒有想默認 還按自由社會既定習慣 來了一該怎麼說怎麼說 老子到處說 烤鵝聽到這兒 徹底烤網遊了都 心說了 您就不能配合一下 讓我們體驗體驗 這權威的威嚴呀 還是請烤鵝體驗一下 自由精神的威嚴吧 不好烤鵝要糊 首先是遭到威脅之後 大律師鄒幸彤 率領梁錦威等支聯會成員 拿親手給警務處處長的公開信 前往警察組部陳情 這林鄭還等這個 鄒幸彤大律師國內韭菜呢 人家咱是開業律師好不好 完全懂法律 知道警務處不講道理 專門跟他講道理區 這是免費給警務處進行法律掃盲工作 鄒幸彤的態度倍清晰 一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 二拒絕提供內部資料 三繼續做對的事情 鄒幸彤一鐵板 把警務處全處黨那好幹部 全拍的不能動彈了 必須的 地場新聞消息 在經歷8號強行抓捕之後 9號傍晚 代理律師在警署見到了鄒幸彤 了解到警方對鄒幸彤的指控 已經從違反國安法升級成什麼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就差正式立案了 第二天就正式立案了 關鍵是港共捉急 沒轍 戲碼有限 遇上鄒幸彤這種不會看黨眉眼高低的 只好顧忌重演 打擊報復無限上綱 文革套路啊 當天晚上律師通過鄒幸彤的臉書賬號 公布了鄒幸彤口信 鄒幸彤就說 聽到煽動顛覆四個字 轉念一想 反而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就好像塵埃落定 那就來一場光明正大的辯論吧 啊這竟敢不絕望不害怕 這還要辯論呢 到底屠成責任該不該追究 一黨專制該不該結束 甭跟那糾纏什麼外國代理人這種不著邊際的胡說八道了 完略烤烤烤烤烤了以後又反生了 啊死去活來呀 可不死去活來嘛 怕什麼來什麼 烤烤烤一心想把鄒幸彤領的外國代理人那溝裡邊 人家鄒大律師死活人就不去 鄒律師表示 那溝還是留您自個用吧 不去 林鄭協全體領導班的成員 踏上一二三列步伐七聲哭喊 拒絕必須要我們你好這劇本演 你必須得是外國代理人 人家鄒律師不說了嗎 外國代理人的拒絕 一場大辯論的可以 林鄭一聽激動的也冒金星 啊要休克這位 辯論也可以 我們也有劇本可以討論 你是現在認罪還是一會兒認罪 我呸見過臭不要費死的 沒見過這麼不要的 林鄭說了這叫劣幣驅逐良幣好玩 劣幣的有寫無語 梁建剛律師不說 鄒幸彤還是不夠了解共產黨 在共產黨的法庭哪有辯論呢 即便在今日被中共控制的香港法庭 恐怕也沒有了辯論的基礎 中共統治區的法庭只有鎮壓沒有辯論 不過這事兒得這麼說 梁建剛律師確實非常熟悉中共的所謂法律 法庭是什麼東東 所以他勸鄒幸彤大律師不要太天真 中共的牽線木偶 港共也是不講法律底 對呀就是這麼個意思 不過我倒是有另外的想法 另外想法怎麼說 打個比方 法律是現在文明社會的一種規則 大夥呢對著遵守 違反犯罪的上了法庭 在法律層面進行辯論 對呀文明社會的規則呀 中共的人治社會不叫法律 所以不叫規則人叫套路 邪惡的套路 真行邪惡套路 港人遵循哪種規則哪種套路呢 尤其是在文明社會的規則 已經被中共毀掉之後 如何做選擇 還有那種選擇呀 就剩黨的暗黑套路了 只能走這個呀 只能走 錯 您這思維是林鄭跟他背後的中共 一直盼望出現的 那還能不能啊 真正的香港人不承認你黨國的套路 不上套 這叫您管他叫不吃食物也行 看不出沒眼高低也成 反正啊 我們就是拿您那大棒加紅棗的套路當空氣 蔑視你、無視你、大致若愈、堅如磐石 這叫自由精神、自由靈魂 自由精神是踢不爛的鐵板 共產黨遇到這種軟硬不吃的鐵板 黨是徹底蒙圈 不會流 德國之聲就爆了 鄒幸彤對國安處的威脅態度是 我們在這裡清楚表達 你們的恐嚇下到我們為止 我們不會幫你們散播這種恐懼 太厲害了 這比土共是技高一筹 告訴說您甭給我曬您那套路帶了 我們不買 這就是破解中共的根本辦法 不承認、不配合 我看中國數字時代 把大律師這句話都做成金句圖了 2021年9月8日 每日一語 民運人士王丹就說 這是最悲壯的抵抗 更是史詩級的抵抗 不惜付出自由的代價 向他們指敬 自由靈魂有一種氣質 就是無私 為了不讓恐怖污染了自由空氣 自發的奮力拼搏 抑制恐怖的蔓延 好多港人都有這種意識 好多還有誰呀 反送中主題紀錄片《時代革命》 唯一公開身份的製作人 導演周冠威 他也說過這樣的話 他說 我不是有勇氣才走出來的 我是走出來以後才生出勇氣 你甭想讓我們幫你們傳遞恐懼 你只能通過我們讓這個世界發現 香港人多麼有勇氣 真夠震撼啊包子鋪掌櫃的臉上的褶子 聽完這些話更深了 心說話本來我要的是恐懼 結果我這一盤大旗 愣上香港那幫愣頭青 趕成勇氣了 您這不是要我命嗎 我還怎麼嚇唬彎彎 彎彎表示我們過得挺好 您甭一圈一圈的繞過來關心我們了 快走不送 錯活 行了再看一下事件進展 9號律政司起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以及支聯會 正式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鄒幸彤沒交財了那事兒也沒犯過 他和梁錦威、徐漢光、鄧月鈞還有陳多偉 全因為這個罪名遭起訴 10號上午案件在西九龍法庭開庭審理 就在10號庭審期間 鄒幸彤在FB帳戶上發布了一個長帖 要不這麼著 黎著你給大夥說說具體內容 長帖呢是這麼說的 說 或許對方終將壓碎我們 但換點時空也是值了 瞅見沒有 拿出粉身碎骨魂不怕的決心來 被捕的那個早上 想來還是不夠冷靜 否則應該趁著國安還未能夠闖進來的時候 跟大家更好地道別 看來心理建設還是要加強啊 聽聽 這麼大磨難和壓力 還查找自身那修為漏洞呢 多了不起呀 雖然是有預期他們肯定要報復 但沒想到他們真的那麼氣機敗壞 期限一過就立即動手 在一個弱女子面前表現飛揚跋扈、氣機敗壞 除了黨這種下灑爛 也沒誰了 明明已經有人用司法復合 質疑國安的合法性 明明法院還沒有來得及 釐清抓人的法律依據的適用條件 明明還有那麼多的法律爭議 而且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可國安卻仍然要急不可耐地抓人 一個有自信的執法部門 不是這樣行事的 一個有自信的執法部門 不是這樣行事的 這話是扎透了黨的狼心和狗肺 整掛下手了 這麼不顧一切宣誓立場 連法院也不放在眼裡 是因為方寸大亂、虛確異常 必須要做些什麼來維護權威 還是向北京展示自己的才幹 等會這句我不同意啊 什麼叫向北京展示自己才幹呢 那就是北京下的命令 京官都跟香港那兒蹲點兒呢 確實是 不過說這個方寸大亂、虛弱膽怯 這倒是真的 黨不怕暴力就怕講道理 但這樣也好 似乎我們的反抗打亂了他們的部署 用外國代理人向制聯會開刀 他們給我們寫好了劇本 希望瓮中捉鳖 是選擇乖乖的順著對方的劇本走向他們安排的處境 還是設法破局、站穩話語權 把劇本改寫 這是我們在新時代必須想的課題 破局 太有水平了 這一步就把黨苦心經營幾十年陷阱 快過去了 多少人反共都是被中共牽著鼻子反 港人不一樣 不上套 不按你們劇本演 面對力量懸殊的局面 反抗者或許不能全身而退 但是 順服就可以保護身邊人的安全嗎 如果對方早已經寫好的是消滅自由的劇本 那麼 順服只能讓他們更快、更輕鬆的達到目標 還真是啊 要是一個小小的反抗能多少保護到我們的同伴 或至少給他們多一些時間 那我覺得值了 真是太感動了 這真就叫無私 或許對方終將壓碎我們這塊攔路石 但反抗本身就是凝聚力量、換取空間 讓更多的攔路石有機會成長 自己被碾壓的時候想的是別人 只要我們仍有鬥志 就還沒輸香港人別任命 真是被震撼到了 尤其是最後那六個字 香港人別任命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香港人很任命 好多港人有信仰、信佛、信基督教等等 很多人對神佛都很虔誠 沒錯 鄒幸彤說的香港人別任命指的不是這種天命官 而是不承認中共強加給自由島上的人 迫害、傷害、毒害 一點沒錯 鄒幸彤被抓捕的前後改言 不亞於整個反送中運動這部歷史留下的震撼 畢竟那會幾百萬人上街 有大氣候跟那兒烘托著 現在很多人沒法出來了 很多人離開香港了 一點沒錯 儘管香港島越來越肅殺 但是有一個鄒幸彤 就有千千萬萬個鄒幸彤 就有千千萬萬自由的種子 在等待大時代的甘霖普降的那天 自由非地還是自由的非地 即便蒙上很厚的沙塵 掃清了之後 一定恢復他往日的榮光 讓榮光歸香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